和相差30岁的皇帝谈恋爱是什么体验 敬妃告诉你被宠上天 她是道光的敬妃 是清朝最特殊的孝敬城皇后博尔吉吉特氏 这姓氏要是放在皇太极顺治年间 那必定是极尊贵的 从孝敬城皇后的民族构成来看 她是蒙古族 但是她的祖先早早就被编入了满洲正兰旗 所以这场联姻属于旗内通婚 她的元祖是明朝时期的蒙古大韩达严寒 但是孝敬城皇后这一支并不是西爵的大宗后裔 祖父以及三个叔父都是晋氏出身 形成了科举世家的门帝 所以她的家是属于中上水平 道光五年 13岁的博尔吉吉特氏被选进了紫敬城 初始封号为晋贵人 在满文中晋亦为安静宿静 可见道光非常喜欢这个小了自己30岁的妃子 他刚怀baby没多久就给他生了位分 博尔吉吉特氏成了晋贫 要知道道光是个很抠门的皇帝 为了能少给妃子们点月薪 动不动就给人家妃子降级 但是对晋贵人却不一般 孩子没生下来就给升职了 道光六年10月23日 晋贫生下了黄次子 在晋贫预产期的前20多天 道光就开始给小娇妻送生产小礼物了 赏了他好多皮钻子 这本来是孩子满月的时候才能得到的恩赏 并且赏赐的规格也是非味才有的 可见道光有多么喜欢晋静 黄次子一纲也是道光即位后出生的第一位皇子 朝野上下是非常的重视 晋晋的平位册封礼是生孩子后的12月举行的 两个月后他便再次被升职为了晋飞 这一年他才15岁啊 从显秀上来的15岁就上升到飞位 这在清朝实属是不多见 就连道光的爷爷乾隆当年最奇葩的升职小天才 令飞也是在21岁才登上飞位的 可见这晋锦是有多特殊 可惜清朝再受宠的飞子都要经历一个逃不掉的伤痛 那很快晋飞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 13岁被选进攻 15岁登飞位六年怀五胎 道光版令飞有多厉害 道光后宫的博尔基基特使 进攻两年时间就爬到了飞位 这升职速度堪称是乾隆的令飞了 这个道版令飞跟令飞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能升 六年时间匆匆怀下了五胎 这速度也是没谁了 仅仅进攻的第二年 怀孕生下了第一胎 这时他才14岁 一路从贵人到贫再到飞 可是好久不长 他的第一个孩子生病了 这病还不是小病 而是轻易就能带走人的天花 晋飞日夜担忧 祈求上天可以放过自己的孩子 可是儿子还是因为天花夭折了 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毕竟晋飞那年才15岁 放到现在15岁还是个娃呀 他就需要承受丧子之痛了 没多久晋飞再次被发现怀孕了 这个孩子距离上一个孕期只有一年 细细算下来 晋飞在做完月子不到两个月就又怀上了 之前痛失爱子对晋飞造成的伤害是肉眼可见的 在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晋飞流产了 16岁的小姑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 还好还好 晋飞有道光的宠爱 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态 道光九年 晋飞又又又怀孕了 这次又是生下了一个男孩 黄三子一季 孩子都是连着号生的 这宠爱直逼他们的小奶奶令飞呀 等等还没完哦 不到一年的时间令飞 不晋飞又生完了 这次是小女娃黄六女 中间晋飞总算是休息了一阵子 但是在六公主两岁的时候 晋飞又生产了 21岁的他生下了黄六子一新 也就是未来的六爷公亲王 之前的那次小产再加上接连的生育 晋飞血须的毛病更重了 经常生病后来还有血液气质的病症 虽然病弱 但晋飞有两个儿子 一个公主 她的夫妻还在后面 没多久 晋飞便被封为了晋贵妃 或许是奖励她生育有功 或许是安慰她的丧子之痛 又或许是为了让病弱的小妃子 心情好一点 总之在道光的心中 晋飞是最特殊的存在 可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妃子 却成了四五皇后 她的后半生会好吗 受宠程度 汝未燕晚 当了九天太后 就一命呜呼死后还被葬入妃林 道光版令妃混得挺惨的 一朝太后竟然被葬入了妃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晋贵妃是道光的宠妃 她身上有影视剧中很多人的影子 她受宠程度如未燕晚 六年拐五胎 孩子连着号的声 一步一步走上了皇贵妃之位 道光二十年皇后扭护路是崩氏 皇后的嫡子一主只有十岁 道光把一主带去给晋贵妃抚养 三个月后 晋贵妃被正式册封为了晋皇贵妃 当年她才只有二十九岁 便奋斗到了妃位的巅峰 不出意外皇后去世了 晋皇贵妃一定是下一任皇后 即便曾经那么受宠 但是道光心中最爱的就只有小全城皇后 就这样 博尔基基特氏整整当了十年的皇贵妃 都没有被扶正 道光三十年 道光伯爷驾崩于圆明园的慎德堂 在道光驾崩后 杨子一主成了皇帝 前锋一即位 晋皇贵妃便被尊为了皇考康祠皇贵太妃 三十九岁的她已经享受到了皇太后的待遇 可以说是人生巅峰了 但是博尔基基特氏始终有一个皇后梦 自己明明离皇后之位就差一步之遥 却无法当上皇后 为了满足老妈的心愿 一心联蒙带骗的从咸丰那给老妈要了个太后的兵份 终于盼了一辈子的愿望 在敬皇贵妃病重那年被实现了 为了给她冲洗 咸丰遵她为康祠皇太后 可是当了太后 仅仅8天 博尔基基特氏便病逝了 追风尽皇贵妃为太后 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事情 咸丰被摆了一道 只能在丧礼上进行打击报复了 上来就对养母的名分大打折扣 以不想违背组制为由 只给了8个字的嗜好 皇后太后该有的嗜好是12个字 并且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个字 成 道光最终的嗜好是成皇帝 已经逝去的三位皇后 也都是成皇后 没有成字 直接否定了她的皇后之位 这样就是不惜道光帝氏 不能生负太妙 灵魏不供奉于奉仙殿 也没有得到咸丰的亲临亲送 敬皇后也被后世戏虐称为四无皇后 有着敬皇后曾经抚养的秦存在 名分上虽然差了一大截 但是丧事一直是按着皇太后的标准去进行的 在丧事结束后 咸丰就以公亲王礼仪夺有殊虐之处 罢免了她的官职 可是谁会对自己亲娘的葬礼有疏忽之处呢 后来两宫皇太后为了拉拢公亲王 以同治地的名义下发诏书 为孝敬皇后补上了这个成字 终于让她成了道光名正言顺的皇后 今朝有个规矩 如果是皇后先与皇帝驾崩的 是可以和皇帝合葬的 后与皇帝驾崩的就要另见临前 但是孝敬皇后的临请却一反常规 既不是和皇帝合葬 也不是另见临前 反而是和妃子们埋在了一个临请中 也就是在孝敬皇后的临请中 还埋着道光的十九位妃子 这样的临请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但博尔基基特氏到底是成了道光的皇后 不知道逝去的近皇后 对这样的结果是否满意呢 为什么就本宫上不了